我们看到是现在儿童从本周开始可以打莫德纳疫苗半计了 所以爸妈都很担心关于这个儿童的防疫保单该怎么买 我们就看到是其实儿童打疫苗的话 这风险有三种 就是呢这个身故还有意外失能以及住院治疗的风险 所以呢其实也是建议说 其实只要是以受险为主搭配意外险跟医疗险就好了 那受险这一块呢是不需去证明说你是否直接跟疫苗相关 只要真的有不幸申雇的话就能够理赔 那我们再看到是以这个三种情境来分析来讲呢 如果是打疫苗申雇的话是在意外死亡的理赔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金额是有上限的 儿童呢是只会理赔61.5万元 而在这个受险的部分呢 其实只需要投保一年就好 无需投保太长太久 那我们再看到是这个打疫苗如果失能的话 也在意外的失能理赔范围 但是会依照这个残废等级不同的等级来有不同的理赔金额 并非是全额都理赔 那最后看到是关于这个打疫苗之后 可能会要住院来治疗的状况的时候呢 是这个时之时赋医疗学会cover的 那也建议是要注意到你要买的是有关于 有这个门诊手术的理赔 以及副本理赔 是提供给爸妈来做参考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